好了 刚才老同学问 他说 我们在忠灵 我们是六年同窗 因为我们从初中一就是同学 还有我们下面很多很调皮的同学 不过你问他们 当时候的我 是非常顽皮的 他们也没有想象说 毕业之后 怎么我们这个同学去当和尚 他们也不明白当和尚是怎么一回事 我学佛的种子 是在什么时候种下的呢 其实就是在忠灵种下的 在忠灵种下的 因为在忠灵的时候呢 我有参加忠灵的佛学会 那个时候的梁过星他还不懂得参加 没有参加 他还没有参加 我参加 我参加 但是那个时候的佛学会 不像现在的佛学会 那个时候的活动呢 我们有一些老师 我们有一些老师 我还是很怀念这些老师们 他们有时候也会讲一些 介绍佛学的课程 但是每次轮到他们讲的时候 我们听了都独孤的 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 跟他暗示说 好了 understood 但是他们还是在那边讲 但是我记得呢 我记得有两位的老师 不是忠灵来的 是来自菩提的老师 他们来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你们当然要知道是哪两位 第一位呢 就是陈绍云校长 陈绍云老师 你们有读佛学院的同学 早期的都知道 陈绍云老师 他讲课真的是一流的 他讲课的时候我们不会打瞌睡的 还有另外一位呢 是吴仁尊老师 吴仁尊老师 可能你们就比较少人认识了 但是呢 如果是说他的儿子 你们应该认识 就是徐子庚博士 徐子庚博士的妈妈 早期的时候 跟菩提呢 是有一段非常深的缘 尤其是跟菩提的黄龙鼠校长 尤其是跟菩提的黄龙鼠校长 虽然 身不出家 心早已出家 他们都是独身 一身奉献教育 一身奉献佛教的 我现在还是非常地怀念 这两个老人 他们都走了 所以 的确的 那个种子呢 是在棕林种下去的 刚才可能你们也注意到说 为了感恩我的母校 所以我们的这个教育拨款里面 今晚呢 我们也很惭愧的就是套砖引玉 我也要感恩 在兵华小学的老师们 但是我学佛 那个时候还不会学佛 那个时候我们一般上的信仰就是神佛部分 到后来呢 刚才你们也看到 纽西兰有一所的 Canterbury University 如果说我比较深入的学佛呢 是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我深入学佛的 我不只是学佛 在世界方面呢 我在纽西兰啊 开始就吃素了 所以当我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一些长辈们呢 他们说 我的天啊 怎么搞的 你去纽西兰这个生产羊肉牛肉的这个地方呢 你怎么去吃素啦 其实他们是不在乎吃素的 他们最怕的是什么 他们最怕是我出家了 所以其中有一位啊 其中有一位呢 就是我们菩提的前任董事长啊 就是我们菩提的前任董事长啊 他都是立成火炎啊 他到我们的家的时候 就听说我学佛了 我吃素了 他就说 他老人家很风趣的 他就说 哎呀 学佛是好的啦 吃素也可以啦 但是你千万不要出家哦 他还跟我讲哦 啊 他给了我一个警告 他还跟我这样讲 虽然是很有风趣的 但是呢 到他老年的时候呢 他就出了一个主意了 他就把我拉下水 这个菩提要牵绊到这里来呢 他就硬硬把我拉进来了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那 我怎么办呢 我只好答应他老人家 我不忍心 不忍心拒绝他老人家 因为在座各位 今天我们在 菩提中学 我们在菩提国中 他老人家 跟这个菩提四孝的 这个姻缘是最深的 菩提国民心中学 全搬到这里来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相聚呢 他是第一功臣 所以我也 我也是非常怀念这个老人家 怀念的人太多了 如果继续讲下去呢 就没有时间再对话了 OK 长话短说了